花莲汽车企业为了要回馈客户并支持公益 特别举办一杆进洞邀请赛 只要能够一杆进洞就能开回市价近300万元的新车 而为能一杆打上国领则是要捐200元做公益 所得公益款项将会全数捐给花莲创世基金会 和花莲老人家庭关怀协会 以求会友抛砖引玉做公益 BMW常年投身慈善公益赛事 疫情趋缓后 花莲莲得汽车为回馈客户并支持公益 25日举办一杆进洞邀请赛 只要能在第11栋打出一杆进洞 就可以将近300万试驾的新车开回去 新100位球友参赛抢新车 不过为能一杆打上国领的球友 只要捐出200元做公益 运动也减做爱心 我们可能要用钱买 我们没办法那么好 大概是睽闻了几年之后 我们再次接到这个消息 所以老家协会还蛮开心的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都是 后山弱势边缘的长辈 或是贫困家庭 那其实现在的劝募相当的艰困 那如果说可以透过这个企业的力量的话 来号召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那我想这个力量会更大 也可以帮助到更多弱势的长辈 从2017以后 我们就已经停办了好一阵 当然是中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还有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2018还有一个地震 那当然隔了这么久 想要重新再办的时候 不外乎是想要就是 我们是以回馈 回馈求友的方式 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那最后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跟工艺做结合 我们跟创始基金会 还有跟老家 老家既家庭关怀协会 这边就一个合作 那我们想说 不管是我们在 在集球的同时 那也可以做工艺 然后我们也关心 这个社会上的热视 弱视的团体这样 活动由品牌副总周昆南 和花联县高尔夫委员会 总干事王家阳 灰感热闹展开 这次活动 吸引百位车友参加 以求会友兼做工艺 所得款项将全数捐给 创始基金会花联分会 和社团法人 花联县老人 及家庭关怀协会 这场也相对捐出同额善款 帮助花联社福机构 花联高尔夫球场 也捐出1万元共襄善举 以爱心入洞概念 抛砖引玉 打球同时帮助弱视族群 接着长方言环理师报导